媽有夠難吃 我是超派啊 我也會生氣 就是上次就一次了嘛 啊這次就一次 就比較針對性了 這件事情我站在中間 你說打人不對嗎 百分之一萬不對 但是我可以理解啦 說實在話我可以理解啦 其實我來我的電視飯會被打嗎 不會 因為我不會理你 像我 我絕對不會去這樣搞人家 TOYS這一波我表示 RESPECT 流量是王 這個我會還手啊 我一定沒完沒了的啊 警察沒來之前 我只要身體還能動 是要看到目標倒地 倒地之後 還要再讓他繼續倒地 這件事情我站在中間 你說打人不對嗎 真的不對 真的不對 打人不對 真的不對 百分之一萬不對 但是我可以理解啦 說實在話我可以理解啦 但是不能動手啦 去我來我的電視飯會被打嗎 不會 因為我不會理你 你在外面做直播做一天 你從中午12點開一點 開做到下午6點 天天來 媽有夠難吃 一邊吃一邊說難吃 我不會理你 我不會理你 不要 不要為了想見我 你就這樣做 我真的沒那麼有空 電話來了 師傅 什麼事 今天那個誰誰誰 又說你的便當難吃啦 你趕快來 然後我過去 原來都是地方媽媽 故意這麼說 為了要跟館長拍照 摸著我的小手手 都是這樣 館長其實沒有啦 我只想要跟你拍照而已啦 我想看你啦 哎呦喂啊 你愛咖啡是 並沒有哦 所以我知道很多人會這麼做 所以我不會理啦 錢貨乾淨的 你要做多難吃 你慢慢講 可是你要想 如果你是超派 你會不會跟他做一樣的動作 像我是 不會啦 可是我不會生氣 說實在的 我沒有那麼 我也會生氣啦 我是超派啦 我也會生氣 就是上次就一次了嘛 啊這次就一次 就比較針對心 你不得不佩服 你不得不佩服 TOYS親 深入虎穴 焉得虎子 這個流量 我Respect 這個流量阿管覺得 心服口服 像我 我絕對不會去這樣搞人家 然後被在地下這樣try 但是 TOYS這一波我表示 Respect 流量是完了 欸 欸 欸 這邊 我們是 剛剛一來的時候看到就是 超哥已經正在做 做融 然後有在罵他 那你就不要扯什麼國籍嗎 如果我們這樣這麼檢驗的話 講什麼啊 你是仇仇是嗎 還是怎麼樣 我搞不懂 為什麼要扯國籍 我知道你吃個飯 要怎麼扯 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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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了 椅子坐在那邊 哇 我們這是第一現場 第一現場 你有在看椅子的姿勢嗎 很少 在裡面坐的時候氣氛就不對了 我們剛剛 我可以解釋一下 我們剛剛一來的時候 我們遊戲大亂鬥小編 解釋一下 要開小編嗎 我是遊戲大亂鬥小編 腹肌腹肌 我們剛剛一來的時候看到就是 超哥已經正在做 做融 然後有在罵他 然後後面的話就是 他沒人把他拉開 然後警察到天上 然後現在就是 脖子坐在那邊 好 就是剛剛我們遊戲大亂鬥小編幫我們 這一次也很有可能是我最後一次的直播了 我不知道我還有還沒有命 我很累 拍到油渣不是我的本意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突然 我惹到一個有錢他又不有 不要命 手手裡還有刀的人 我到現在還覺得很不舒服 我恐慌症發作了 吃了很多的鎮定劑 我吃 他說他有錢 但他又不要命了 我踢到鐵板了 靠X 我只是不小心拍到那個油渣而已 我現在要死了 害怕 什麼意思 要買槍手打我 這就是有錢人的格局 做了一件不好的事情 被人家講出來了 就給他死 我告訴你啊 超派 你最好祈禱 我這陣子 沒有其他人來找我麻煩 如果哪天被砍了 被打了 被殺了 全部都算你頭上了 我告訴你 一到鐵板了欸 我告訴你 遇到瘋子了啊 我看你筆錄要做到什麼時候啊 光是這邊文章 我就看得出來 你他XX恐嚇我啦 什麼意思 做人心中要有佛 手裡要有刀喔 什麼意思啊 手裡有刀喔 那我自然內心會腦補出很多畫面 你知道嗎 傻 對不對 就是 什麼叫做手裡有刀 拔刀的時候 不留餘地 走心的時候 不留餘地 超哥 能不能把這段文章翻譯一下 你直白一點 你說你要砍我 我要砍死你 看到這篇文章的時候 我都會失眠 我都會怕 我跟各位盤牌 跟各位報告 在我入獄之前 可能到處吃吃喝喝 把還沒體驗過的體驗一下 但是 我當我看到這篇文章之後 在昨天的下午6點20分以後 我突然覺得 我的世界崩塌了 我變得再也不敢出門 我對於生活的一切 都極度的敏感 我覺得很多人想要來害我 我覺得好多人 好像想要處理我 我甚至昨天晚上 我恐慌症發作 恐慌症的時候 就是突然眼前微一黑 然後你會覺得呼吸不了 你要手腳冒冷汗 我昨天在晚上6點20分 超派人生發出了這篇 超假組的文章之後 恐慌症持續了 超過一個小時 吃了很多的鎮定劑 我吃 我吃了很多關於精神上的藥物 我才能夠鎮定下來 今天開直播 我很累 拍到油渣不是我的本意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突然我惹到一個有錢 他又不有 不要命 手裡還有刀的人 我回想到昨天恐慌症的時候 我到現在還覺得很不舒服 就是我希望各位可以 可以記得我 這一次也很有可能 是我最後一次的直播了 我不知道我還有 還沒有命 可以繼續 娛樂大家 畢竟我遇到一個有錢 又不要命 手裡還有刀 非常的可怕 而且他不會留任何的餘地 我跟各位坦白 跟各位報告 看到這篇文章的時候 我都會失眠 我都會怕 我變得再也不敢出門 我對於生活的一切 都極度的敏感 我覺得很多人想要來害我 我覺得好多人 好像想要處理我 陶哥 對不起 希望你可以原諒我 不故意的 我不應該在影片裡面說 狗都不吃 有創作者去拍 發現狗是會吃的 對不起 對不起 希望你可以原諒我 我從今以後 不會再講出這種謊言 這種未經證實 的謊言 陶哥對不起 希望你大人有大量 可以原諒我這個社會底層 陶哥對不起 這場直播 我可以什麼都不說 我可以在這裡跪到 你來我的頻道 留言為止 說原諒我為止 陶哥對不起 超派 嘿嘿嘿 哈哈哈哈 我只是去新竹 到此一友而已 我怎麼會知道 有這麼多問題 超派 對不起 超派 真的不好意思 這個炸雞我吃不起 我不該吃的 我從來啊 不主動去挑起戰爭 並不是因為我畏懼 而是你 根本就不配 超派 一個店的背後啊 是許多家庭 太多太多家庭 靠這些街 變店 維生 你有想過 你的惡意滿滿 造成多少的負面影響 也有可能在你的評論之下 一個一個家庭 就此支離脫穗 超派 你是用台灣人的鮮血 台灣人的眼淚 來鑄造你的流量王座嗎 超派 你的滿手都是血腥 你的語言 臭不可聞 你的人品 不如畜生 你的行為 地裂不堪 稻片我幫大家翻譯一下 就是 你捐多少 超派